第285集 天魔神长得奇丑无比 身材就像一只矮冬瓜 又胖又圆 身上穿着一身淡银色的神甲 他的头非常古怪 一眼看去满头都是大哥的 仿佛被人用锤子敲过一遍 鼓起许多青色的流 一双凸起的金鱼眼 是他身上最明显的波纳人的特征 他空着两只手 目光在众人身上扫来扫去 怪声怪气的说道 原来如此 渊谷 原来你是为了互助这些人 哈哈 开启神藏的关键 居然就是这群人 你能算到 我也能算到 别忘了 我是神 哈哈 他肆无忌惮的狂笑起来 随着夸张的笑声 从他身上 射出无数道 银色光芒 飞散在太空中 远古上人淡淡一笑道 罗神 我圈你还是别搬救兵了 听你们那些既不中看又不中用的家伙 在这里是得不到便宜的 他扭头对众人说道 你们不用继续看了 他挡不住你们的 天真根本不想和远古上人说话 他趁机叫道 我们走 天罗神大喝道 没有我的允许 谁敢走 都给我站住了 他的两只手动了一下 李强眯着眼看得清清楚楚 就在一眨眼的瞬间 天罗神的双手竟然飞快的掐动了几十手灵觉 只见他挥手间一圈圈的荧光荡然开来 远古上人脸色一变 说道 罗神 我一直手下留情 你别不知道好歹 周围的空间一致扭曲 天驱说道 周围被禁止了 天罗神大笑道 燕果 每次顾身残开启 都被你们几个霸占了 哈哈 这一次我们波纳人绝对不答应 哼 格鲁赫和伯贝斯怕你们 我不怕 这是我们波纳人的遗产 有本事 你把我们都禁锢了 远古上人冷笑道 罗神 别以为你能挡住谁 即使我不出手 你能挡住天驱天真兄弟 你能挡住寒女 别做梦了 你谁也挡不住 天驱 你带人过去 天罗神顿时暴跳如雷 他怒骂道 混蛋 你试试看 他身上涌起一团银芒 急速撞向远古上人 远古上人连动都没有动 淡淡地说道 雕虫小气 破 随着他的嗑声 那团银芒 仿佛雪球撞在钢板上一样 化作满天星芒 在远古上人身前消散 根本没有触及到他 天驱不敢久留 招呼众人道 我们走 天真喝道 好 李强 赤明 跟着我 他一马当先向外飞去 两只手飞快地掐动灵觉 随着灵觉的完成 他的双手 闪起耀眼的光滑 很快 众人都感觉到身形被凝制了 像进入流沙里一样 天真两只手合拢 犹如百佛一般 从上往下一挥 一道耀眼的光滑 喷射而出 李强和赤明也一起出手 李强的九眼流化作一抹青光 横扫左边的静置 赤明的叶起笼杖 幻化出一个巨大的叶起笼爪 飞扑右边的静置 三人无比默契地 攻向左中右三个方向 三人的实力合在一起 实在有些令人恐怖 天真是古仙人 又经过在备叶丹顶里的前修 他的功力比天区还要高一些 李强是刚刚踏入七星天境界 功力已经和天君差不多了 赤明也是六幽天境界 而且李强和赤明用的都是神器 这三股力量合在一起 即使是远古上人也要避避锋芒 何况是一道静置 天罗神布下的静置在三人的冲击下 剧烈震产起来 不到一分钟 阻隔众人的静置就被一扫而空 李强心里很是吃惊 天罗神随手布下的静置竟要三人合力才能破去 仅此一点看来 天罗神的实力的确是非同小可 远古上人已经不给天罗神机会了 他轻声笑道 你没有机会了 无数道七彩光滑凭空出现 阻挡住企图再次进骨空间的天罗神 天罗神愤怒地吼叫着 他突然发觉不对 七彩光滑在太空中渐渐凝聚起来 一个巨大的丹顶出现在眼前 远古上人抛出了贝也丹顶 天真带着众人快速离开 李强觉得有点遗憾 他非常想看天姑是如何对付天罗神的 天真飞行的速度极快 李强和赤明勉强能够跟上 天真不得不稍微放慢一点速度 他不停地哀声叹气地催促道 快点 你们两个怎么这么慢 哎 难道要我带着你们飞吗 快点快点 这样的速度让李强很不适应 他必须依照九眼流神器的威力 赤明也很吃力 他拼命鼓动着叶起笼杖 连说话的尽头都没有了 这里的太空很奇怪 凭着神眼 李强发现有很多古神禁止的痕迹 稍不小心就会陷入其中 只有紧跟天真 才能避开这些古怪的禁止 一行人犹如流星赶月般掠过太空 在空中划过一道耀眼的光 飞快地向三颗闪着赤红色的行星飞去 李强看着渐渐变大的三颗行星 问道 古神藏在其中一颗星上 天真回头说道 不是的 不过我们必须穿过那三颗星 那是古神藏后面的一道屏障 三颗赤红色的星 名字叫幻护星 幻护星三位一体相互环绕 是一个进入古神藏的门户 因为古神藏被悬面禁止了 所以必须穿过幻护星才能进去 而穿过幻护星是有特定时间的 李强这才明白 为什么要在风神牌里等待了 若是稀里糊涂闯进这里来 根本连门都找不到 更不用说去古神藏了 他又问道 古神藏够隐秘的 幻护星是唯一的门户吗 天真说道 不是 这里是古神藏后面的门户 前面也有类似的门户 没有特定的开启时间 随时可以进入 但是很难通过 不仅有各种各样数不清的禁止 还有守护古神藏的黑圣位 稍不留神就会陷进去 比这里要难走得多 尤其是带着你们这些没有经验的人 就更别想进去了 赤明不服气的说道 我们的实力可不差 哼 若是打起架来 我和大哥两人联手 你不一定能赢 天真笑骂道 打什么 打架吗 看样子 你的确是从魔入神的家伙 就是到打架 笨蛋一个 打架力还有什么用 你有本事能解开古神禁止 你有本事辨识各种危机 你有本事化解别人设置的陷阱 只会打架 告诉你 要是只会打架 你什么也不是 充其量是一个笨蛋盲汉 他一连串的你有本事怎么样 也得赤明半赏 说不出话来 李强哈哈大笑道 不错 我和小明都是打出来的 他深知 如果是比剑时 自己可能连赤明也比不上 赤明早就习惯 在黑魔界争强斗狠了 他很难改变原来的习性 所以在这一届 他也很自然的会用争斗 来解决一切问题 赤明气呼呼的说道 你老人家有什么委屈 别冲着我发呀 哼 我当然比不上 你这种老奸俱华的古县人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修身者 境界 当然没有你高了 李强心里 其实很赞同天真的话 到了天真这种境界的人 很少会有争斗之心了 他们的境界 大都是和自己斗 和自然斗 和人斗 就会觉得很无聊 除非像现在这样 是为了古神藏 才会和别人争斗 去古神藏 不是为了财宝 而是为了寻找 更高的修炼境界 这是他们最渴望的目标之一 幻护星越来越近了 一种奇特的感觉 充斥李强心间 那是一种很古怪的亲切感 仿佛是游子回乡的感觉 李强惊讶地说道 奇怪 我似乎很熟悉这里 这里有家的味道 赤明也诧异道 哎奇了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嗯 的确是像到家一样 天真回头看看赤明 突然怪叫一声 你 你 他大惊小怪的样子 把赤明和李强都吓了一跳 李强问道 怎么了 赤明也问道 老 呃 前辈 什么 他一句老头差点出口 还算这小子机灵 察觉不对 立即改口 李强猛然醒悟过来 他脱口而出道 小明也是开启古身藏的关键 天真急忙阻止道 心里明白就行了 不要说出来 这一下我们可以抢先进入古身藏了 他心里一致狂喜 没想到竟然有两个开启古身藏的人 也就是说 几乎所有的人 包括远古上人都漏算了一个 这里面的变数也只有自己能掌握了 只要紧紧跟着李强和赤明两人 就能最先进入古身藏 李强心里忽然感到很不爽 兄弟两人居然都成了钥匙 他悄然传音道 小明 到了古身藏 咱们见即行事 既然我们是开启古身藏的关键 哼 我们最好自己保命运 赤明狠狠地点了点头 他完全赞同 他也传音道 大哥 我跟着你 天真心里喜不自禁 没有在意李强二人说些什么 他已经明白过来 这次开启古身藏 实际上有三层古身禁止 孤星破掉了一层 里面还有两层 看来 必须由李强和赤明一起进入 才有可能进入到最深的一层里面 也就是说 他也有机会跟着进去 而最先进入古身藏的人 机会是最多的 就在众人快要到达幻火星的时候 一道赤红色的流光 快速追了上来 李强自认为速度已经够快了 可那道赤红色的流光却更快 天真嘟囔道 这又是哪个家伙跑出来了 一旦靠近古身藏 连天真也不敢胡乱瞬移 这里的空间虽然大 但是不小心挪移到古身进这里 可就不好玩了 由李强和赤明两个累赘 他也无法用流光身法飞行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道赤红色流光 飞到前面 突然 天真骂道 那个混蛋的不进去 他扭头大叫道 我去 韩吕 快点 阻着那个家伙 他陡然化作流光飞扑过去 紧接着雾星寒吕化作满天星光 天去也化作流光 三人抢先冲了过去 前善雍和轩龙飞到李强和赤明身边 他们四人都不会古仙人这种身法 只能在后面追着 前善雍运出天神之路 将大家拢在其中 说道 大家小心 这里步步艰险 我们的实力稍弱 不宜轻举妄动 一旦进入古神藏的镜子圈内 我们四人要互相帮助 哎 凭我们单人的实力 是谁也打不过的 李强点头道 前大哥说的对 我有一个建议 既然我们单个争夺 必输无疑 那么我们四个就一起出手 谁敢向我们出招 哼哼 凭着我们四个人三剑神器 无论是谁也不怕他 除非对手有远古上人的实力 其他古仙人 我们应该可以对付了 他还是准备用群殴的老办法 要知道 仙人争斗 基本上都是单对单 不习惯打群架的方式 只有这样 他们才不会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赤明首先叫好 我赞成 我来负责偷袭 这个我最喜欢了 前善雍看看赤明 他显得有些犹豫 但是他很快就想通了 在这里 如果不团结一致 就很有可能被别人禁锢 那可就什么都得不到了 他一咬牙说道 好 就听老弟的话 反正罗天上天在这里 什么都不算 我也就顾不得了 木龙 你看如何 大家都认为 轩龙是很古板的仙人 担心他会不同意 谁知 轩龙很干脆的说道 没问题 就听老弟的 李强感到有点难以置信 老哥 你想通了 轩龙说道 没有什么想不通的 既然已经威胁到自身的安全 再抱着死里不松手 你真以为老哥是呆子啊 前善雍听轩龙这样说不禁 瞠目结舍 这实在出乎他的意料 李强哈哈大笑 心里很佩服轩龙 这才是真正的大致若鱼 赤鸣兴奋的说道 嘿呀 真想快点看到我们四个人一起出手的情景 哎 不知道会是谁和我们争斗 他会不会被我们吓死 哈哈 说话间 李强死人已经接近天真他们 只见天真天去和雾星三人悬停在太空中 对面白米处也悬着一个大汉 那人非常高大 李强莫测那家伙足有三米高 浑身闪烁着赤红色的光滑 仿佛全身都笼罩在火焰里 他身上穿着的也是神甲 颜色是鲜艳的大红色 在腾腾的立眼中显得光滑灿烂 像火炬般熊熊燃烧 李强小声问道 他是谁 天去说道 天罗神的兄弟天火炫之 我们都叫他火吃 这家伙脾气很暴躁 不过有寒女在 我们不用怕他 火吃满不在乎的看着众人 怪笑着说道 都在这里等着 等我家老大过来 天去寒女天真 还有这几个小东西 都别走啦 等着 他的声音极怪 犹如一把破哨子 忽而嘶哑 忽而千里 难听到了极点 天真还是一副可怜像 哭唧唧的说道 你可怜可怜我吧 行得好 放我们过去吧 哎 老师啊 你忍心看我们 他还没有说完 火吃就暴跳起来 你个老不死的东西 别人怕你天真 我天火炫尸才不怕 告诉你 没有我家老大的同意 哼 就是远古上人来 也别想从这里走 哼 古神藏 是我们不大人的 天去寒一副旁观者的模样 一言不发的看着 天真眼珠一转 可怜兮兮的瞧瞧悟兴 说道 喊女 你看 你看 老师欺负我这个苦老头 悟兴寒女不耐烦的说道 你揍他不行啊 叫什么苦 天真撇开大嘴 一声长叹 那声音啊 让所有的人都哆嗦了一下 他说道 喊女 我怕热 我怕火 要不你去揍他 喂 老师 喊女说 你的火 不如他的玄冰厉害 我看啊 你也差劲了点 唉 就是我没有用啊 他不但明目张胆的挑衅 而且说得理智气壮 仿佛受了很大的委屈似的 致命使劲憋住笑 拉着李强稍微退后一点 传音道 这老头真好玩 李强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火吃身上 他也是玩火的行家 但是如此夸张外露火事的人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心里不禁对火吃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他甩开吃鸣的手 传音道 别乱说 这个火吃似乎不好惹 火吃岂止是不好惹 他在古仙人中是有名的玩火高手 和悟心寒女是齐名的古仙人 两人都是极端属性的顶尖高手 不过两人从来没有交过手 彼此都很顾忌对方 悟心寒女差点被天真气死 他一点也不想跟火吃斗 冷冷的说道 火吃 别惹我 我还不想动手 天真心里暗乐 这个火吃的脾气暴躁到了极点 悟心寒女只要说话 不论说什么 火吃都会忍耐不住要动手 果然悟心刚说完火吃就扑了上来 他怪叫道 我就惹你又怎么样 仿佛炼钢炉倒塌了一般 无数道赤红色的火流扑向众人 天去神色一变 喝道 快闪 众人立即闪避 前扇拥用天神之路 护住轩龙李强和赤明 急速向一旁闪去 天真向上 天去向右 悟心寒女急速后退 她身上涌起七环蓝色的光滑 那是她的七玄珠 火吃奔袭的目标就是悟心寒女 她狂笑着挥动手臂 就像一个着了火的疯子 一道道赤红色的火流 包抄过去 悟心寒女不忍大怒 她喝骂道 混蛋 你当真以为我怕你 一层层深蓝色的玄器 从她身上扩展开来 她不再后退 鲜鲜欲致 掐动灵觉 刹那间 犹如万花盛开 射出一丝丝金亮亮的荧光 她娇声喝道 您 前善雍睁大眼睛探道 精彩 极寒和极热的争斗 李强深有体会 说道 我们再退后一点 会炸开的 也就是两句话的功夫 悟心寒女的旋气就撞在热流上 她有神气七旋珠固体 暂时无视奔流而来的赤色火流 金亮亮的荧光就像无数只银色的剑射向扑来的火吃 一点白光闪过 整个太空都被炸开的光芒照亮了 两人同时向后飞射 李强大喝一声窜出天神之路的护照 快如闪电般扑向悟心寒女 凭她的神眼已经看出悟心受到重创 其实 古仙人是非常忌讳硬心的 彼此失利相差不大 尤其是像悟心和火吃这种极端属性的高手 更是忌讳硬心 看见李强扑出来 所有的人都大惊失色 天真和天剧 本来是袖手旁观的 见到李强飞出 立即出手 阻挡爆开的冲击 李强一把扶住悟心寒女 一股阴寒的冷意 袭上身来 他大叫道 上来 是我 手中取出一颗枯青神丹 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掀不开悟心脸上的星雾纱 听众